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华统一促进党的这么一个成员拦截殴打 那引起有点大话 这个所谓的中华统一促进党 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谈过了 它有黑帮的背景 那该党的个别成员在事后也被警方逮捕 这件事情引起了关于中共对台湾渗透的这种讨论 那你觉得目前来讲 这个中共对台湾的渗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其实中共在台湾活动多年 它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两端 第一就是社会顶层精英 就是政商高层 再有一个就是黑社会了 中共对顶层的政界和商界人士的影响 它主要是通过在大陆投资的台商为中介的 通过这些人穿针引线 然后一方面是把资本引进台湾岛内 去投资一些特殊产业 过去20年 它以控制传媒等一些产业为重点 对于传统的报业和电视业 它做的还算是比较成功 可是互联网兴起以后 它就没什么辙了 再有就是与台湾的政界高层接触 建立起联系 由于民进党它一直都有台独倾向 这一点它是没办法改的 所以说中共在台湾主要实力的方向 在政界方面就是国民党 这是它在台湾顶层精英建立起的影响力 至于它对社会基层和中层的影响 它一直做的都不好 主要的所谓成果就是把黑社会发展成了 所谓的加引号的爱国促统人士 那么这里面提到的中华统促党 就是其中一个比较主要的力量 这个中华统一促进党 它的党魁就是它的总裁 是外号白狼的叫张安乐 这个人是有竹联邦的背景 他在美国曾经东过监狱 1996年的时候又被台北地检署通缉 所以就跑到中国大陆去 在中国大陆一藏 就是待了17年 2013年的时候回到台湾 它是在2005年成立的中华统一促进党 但是它本人是2013年在返台 返回台湾以后 它就交保 就是交保获释 然后在台湾岛内它可以自由的活动 然后它就到处组织这种品供的游行活动 集会活动 虽然说中共在台湾岛内也算是经营多年 但实际上效果真的不理想 它对于广大社会中层和精英阶层的大部分 其实影响力都很弱 就是精英阶层里面 我刚才说的也是包括知识分子的 它影响力比较弱 特别是太阳花学运以后 台湾的政治版图有很大的变化 就是参与政治的人 它的重心年轻化 那么年轻一代 它的本土意识也是比较强的 所以基本上可以说是过去十几年 中共在台湾的统战的成果 随着太阳花学运的兴起 是大打折扣 基本上是丧失殆尽 中共重点在台湾结交的台商大款 和国民党的大咖们 就是那些政治大佬 那些政治老人 他们的影响力是将和之下 所以整个台湾社会的离心化趋向 是越来越明显 整个台湾的政治生态 也没有办法回到马英九任期 中共认为的那种有利于统一的轨道上来 所以它也没什么太多的办法 也就更加倚重于像张安乐这样的黑道政党了 这个中华统促党呢 除了多次制造这个暴力流血事件之外呢 今年的十一还扛了五星红旗 在这个台北的大街上游行 那这种活动显然是得不到台湾民众的认可的 但是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从两方面来看吧 从白狼张安乐的这个立场来讲的话 他本来就不是想求得台湾社会的认可 他的目标是盯着北京 他想求得中南海的认可 有台湾立委现在有爆料 说中华统促党的大部分资金 就是从中共那边来的 在敦促蔡英文政府吊销他的政党许可证 所以就是整个中共对台工作越失败 这个张安乐就闹得越厉害 显示自己是一枝独秀嘛 只有他能够独党一面嘛 从而呢就是希望从北京那边取得更多的资金 或者哪天他又回中国大陆去 能给他一个官党 那从中共这方面来讲呢 因为他对台工作陷入低潮 本来也无计可施 所以说有个人出来闹一闹 他觉得比没有也强 现在中共他能够寄希望的策略呢 就是像竹联邦搞的中华统促党 这种黑道政党 他不停的制造一些暴力摩擦事件 同时呢好像让五星红旗不停的在台湾社会出现 他也就是希望通过这种做法呢 能够让台湾社会感到麻木 就是产生这么一种感觉 反正不管共产党来不来 那共产党的人都在我身边 以后就算共产党来了 能坏到哪去呢 反正我也习惯了 他最多也就是想达到这样一种效果 相比起中共过去十年那种非常有步骤的统战策略来讲 这都算一种非常不积极的策略了 是一种很消极无可奈何的策略 但是他除了这个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和这个中华统促党有一个性质类似的组织 叫做香港清官会 就是所谓青年关爱协会 也是采取这种撒泼打滚和死缠烂打的骚扰策略 来跟社会互动 他的目的呢 也就是同样的想顿化社会的正义感 就是让整个社会对他这种死缠烂打 对他流氓式的方式感到无可奈何 他们想达到的目的就是 对我确实也改变不了你们 但是呢你们拿我也无可奈何 你只能默认 我跟你们以后会长时间相处 他就是想达到这样一种效果而已 就是为以后某一天有机会 中共来接管这个地方 创造一个土壤 顿化人们的社会正义感 那么刚才你提到了 就是台湾已经有政要 或者有这种呼声 要这个台湾政府取消中华同俗党 是吧 调消他的执照 那你觉得这种黑帮和世间无赖的政党 铲除起来容易吗 老实说这些流氓政党在街上撒起泊来 你虽然觉得他也很凶 人人是避之唯恐不及啊 看起来一个个凶神恶鬼一般 可是你真要收拾他的时候 其实也非常容易 因为你看他再凶 实际上他的根基非常浅薄 他什么也不是 他在台湾社会的广大中间阶层 和精英阶层里大部分 他那是没有根基的 是没有人认同他的 他在整个政治版图里面 他只算相当边缘化的一群 而且打击他们是可以和扫黑犯罪合在一起的 是可以取得社会压倒性支持的 以台湾现在所处的安全环境来讲 我觉得确实是有进一步立法的需要 就是堵住这种黑帮背景的政党 他们活动的空间 老实说这个黑社会参与政治 就已经是危害很大了 更何况呢 这种黑帮政党还和境外的敌对势力 台湾的境外敌对势力 就是指中共了 还和他勾结起来 那对任何国家来讲 那绝对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国安问题 如果说立法上不能有进一步的推进的话 那政府也就只能够从检查政治现金的来源 他的账目问题 以及是否个别人卷入了社会犯罪 这些方面来打击他 那就未必能够铲除的彻底 但是如果社会各界都行动起来 推动立法的话 那扫除这些鼠辈 就跟扫掉几只蝼蚁一样容易 那就像古红炉而聊毛发 就像你把一炉火烧得很旺 让他去烧几根头发一样 要灭掉他们是非常容易的 那么说到两岸 所谓这种互相的敌对势力 那有美国学者最近出书 说有可能中共有这2020年 武力攻台的什么计划 您认为这可能发生吗 我想中共会有类似的计划 所谓武统台湾长期以来 就是他这个军事建设的目标 他的军队的编程 他的训练都是围绕这个目标的 只不过我想到2020年之间 这两三年的时间 他实施这个目标的可能性不太大 因为国际政治的条件不太许可 约束他的条件还是比较多的 中共他是要有七八成的把握 他觉得美国不会为了保卫台湾和他全面交战 他有了这样的把握之后 他才赶去实行武统台湾的计划 在此之前他就得采取一系列措施 一步一步的把美军排挤出西太平洋 他要有一系列之前的铺垫动作 那么保卫台湾和武统台湾这个事情 对中美两国的意义其实是不一样的 就对美国来讲 他万不得已 他保卫台湾失败 这个挫折他是可以接受的 这种挫折他以前也经历过 就是越战失败 他就撤出越南 最后由苏联支持的北越统一了越南 他进行全球战略收缩就可以了 这个事情并不影响美国自己的生存 但是你要知道如果攻台失败 对中共来讲就不是一个挫折的问题 对他来讲就是个灾难 他的政权都可能因此而崩溃的 所以选择什么时机去武统台湾 对中共来讲的话 会是一个非常慎重的选择 在目前的状况下 这个时机对中共而言还是差得很远 川普在整个亚太地区立场是比较坚定的 在朝鲜只要金三胖不契合 他就不和朝鲜谈判 在南海川普政府也是寸步不让 在阿富汗也是坚守不动 所以中共想通过这种贴身紧逼的策略 一步一步把美国挤出西太平洋 这个策略现在看起来是不那么容易奏效的 所以只要接下来两年 还是按照这个趋势发展 不出现太戏剧化的逆转的话 那么中共武力攻台的时机就成熟不了 中共没有办法武力攻台 恐怕就会更热衷于挑动台湾社会的乱象 是吧 那么台湾公众既然已经对中共操控黑帮政党 已经有一致的了解了 那接下来就应该更进一步 铲除这个毒瘤 好 谢谢文章 谢谢严真 好 观众朋友 感谢您收看这一次的大陆新闻解决节目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